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继续曝光最高法院审理 陕西千亿矿权案存在的黑幕 1月6号他再度公布视频 披露最高法领导和院长周强都干预审判 非常罕见的是 目前这一丑闻仍然被允许在国内互联网上传播 党媒也出言抨击 陕西千亿矿权案是民营凯奇莱能源投资公司 和官方背景的西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 旧陕北榆林地区的一块煤田的归属问题产生的纠纷 近期因为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曝光最高法院黑幕 这桩旧案再度成为舆论焦点 1月6号崔永元公开了最高法院案件承办法官 王林青的第三则视频 其中显示2016年3月份 何一庭已经一致认为西刊院构成违约 应当把碳矿权转让给砍起来 但当时分管明一庭的领导杜万华专委做出指示 那么杜三伟听完我的汇报以后 就做出了指示 说这个案件尽管你们何一庭的意见是一致的 但是鉴于这个案件的社会关注度非常高 而且背后的利益很大 要提交到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 不能因为你们何一庭一致意见 就这么定了 视频显示之后在五月份 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也介入了此案 那么到了2016年的五月份 杜三伟又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去了 说这个案件呢 这个周院长有明确的指示 要发给从审 问我个人有什么意见 我说作为这个案件的承办人 我个人肯定是不同意的 王宁清表示2009年最高法已经裁定将此案发回陕西省高院重审 如果再度发回重审明显违反了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不久杜万华又再度指示 不发回案件要求判令解除双方合同 王宁清再度提出这样没有法律依据 目前崔永元微博上已经没有这条视频 同时消失的还包括其他一些相关图片和消息 其中明依中字第81号判决书的批示文件中显示 杜万华对判决书做了三次修改 12月18号的补充批示中 杜万华写道 本案判决书周强院长已经审核 请急发 但另一份文件则显示 这起案件的合议庭成员竟然没有被通知参加过合议 判决内容也被更改 属于严重的程序违法 而已经落马的原最高法院副院长西小明 也曾在此案材料上写道 按周院长指示 对案件有关情况 严格做好保密工作 显示周强可能从更早阶段就介入案件 非常罕见的是 涉及到最高法院院长的丑闻 目前仍然被允许在国内网络上传播 更为诡异的是 中共官媒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账号 侠客岛也对此事发出抨击说 还是权力寻租 背后牵扯的利益太复杂 谁叫这市场千亿的买卖呢 崔永元1月4号出席脱口秀的时候说 我后台特别硬 真的 硬到你想不到 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表示 人们都站在黑屋子外面 只能看到中共在内斗 大陆自由撰稿人刘一鸣认为 最高法院不可能自己刮骨疗伤 高官不可能主动的把周强给交出来 说这个事情是周强指使的 让他自己刮骨疗伤 是不可能的 最后为了应对舆论 应对高层的对他的想法 可能就会找一个替罪扬出来 此案还涉及多名中共高官 2008年时 西小民和陕西省政府官员被曝光 借入此案判决干预司法 曾引发社会舆论 大陆财经网报道说 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还作出批示要求引导舆论 另外当时主政陕西的官员 就是现任的中纪委书记赵乐际 中共政法委联合中纪委 最高检公安部四部门 介入陕北千亿矿产案进行调查 日前有消息说 录制视频爆料 该案黑幕的最高法院法官王林青 被扣留在最高法院内部招待所 已经多日遭长时间审讯 此案因牵涉太多高官而变得复杂 1月8日 中共政法委官网发布消息称 中共政法委牵头的四大部门 已介入调查签议矿产案 网上反映该案输中共最高法院二审审理 原告为陕西云林凯吉来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被告为西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 二者合作勘查 但合同纠纷案卷宗丢失 报道说 联合调查组将向社会公布相关查清后的事实 同时对外公布了电话 当天 中共最高法院也跟进消息称 最高法院也将配合联合调查组调查 千亿矿权案卷宗丢失等问题 陕西千亿矿权争夺案是一桩被法律界称之为 公权强吃他人合法产权 企图将侵夺的利益 无偿转移给第三人的惊天丑闻 1月2日 崔永元在置顶的微博中发布了王林青的一则自拍视频 王林青说 自己是中共最高法院民意庭的法官 作为千亿矿权案的承办人 承办的该案二审卷宗 在警备森联的最高法院被盗走了 他说自己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司法人 至今都想不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他还提及中共最高院的一名厅长与周强 卷入该案二审卷宗被盗事件 王林青三日曝光了第二段自拍视频 他指证中共最高法院高层领导及纪委的负责人 卷入另一宗涉及巨额利益的民事案件 中共最高法院纪检组办公室主任 强行要他按中共高法领导的一丝改判 他拒绝后遭抓捕 被关押审问几天 王林青表明 因为他在中共最高法院工作期间的离奇遭遇 促使他录下这些资料 以防不测 崔永元六日又在微博发布王林青的第三则视频 王林青在视频揭露中共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涉案的犯罪细节 八日 崔永元表示 他已与王林青失联 并出示他发给王林青的简讯 知情人透露 王林青十二月二日晚 从山东回到北京时 在自家的地下车库被中共最高法院的人带走 控制在最高法院招待所 连续遭问话 三日中午 中共最高法院纪委的人一度带王林青到食堂吃饭 之后再度被带回宾馆 继续追问他是否向崔永元提供了机密材料 陕北千亿矿产案当事人赵发奇说 他没联系过王林青法官 只是从网上看到有关王林青被带走的消息 他说不仅王林青 中共最高法院有好几个法官可能都找过崔永元爆料 人权律师秦永沛则认为 按照最高法院的运作和以前的先例 他们打击一己很简单 目前王林青是否会被抓还不清楚 但至少被控制一段时间 他称 王林青在中共体制内不得知 也没有得到什么实际的好处 因此才会反抗 但事情的最终走向 需要看卷入改案的各方权力人员决立结果 周泽律师说 之前我看他们说什么腐败要办他 有可能会以泄露国家机密之类的搞他了 公开报道显示 该案持续升级 越来越多的重量及权力高官浮出水面 看过相关附券证据的知情人罗先生说 目前事态还在发酵 有些是没办法说 这个是比我们想象的更悬 这是我见过的事里最牛的一件事 他说 李建国 现任中共人大副委员长 曾主政陕西 肯定把这事搞不定 肯定比李建国牛的人 具体是谁咱就不说了 段万金律师评论说 该案诡异重重 而逐审法官未免遭厄运 居然要发短片澄清案卷丢失实情 接下来很可能会产生惊涛害浪 甚至足以载入世界司法史册 那么之前我们院的院领导 对这个案件 没有一个院领导 提出对这个案件关注的 但是到了16年3月份 当时分管我们民一庭的院领导 段华专委 就把我叫去了 叫到他的办公室 问我 你们何以庭对这个案件是怎么研究的 我说我们开完庭了以后 我们呢 在16年的3月 我们何以庭研究完了一次 我们认为呢 这个合作勘察合同啊 我们何以庭完全一致 认为还是合法有效的 西刊院尽管不是他自己的本意 是受政府领导 或者是其他的人为的操纵的因素 他一与二驾 这种做法肯定是构成了违约了 应该按照合同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同时呢 鉴于2005年 陕西省国土资源厅 做出了200565号文 而这个文呢 不仅 不仅操纵给了陕西省政府和有关部门 而且还操纵给了 凯奇莱公司和西刊院 那么最后这个文呢 65号文呢 同意了双方的这种探控权的转让 所以我们认为呢 既然政府的行政机关都认可 允许双方进行探控权转让 我们的司法机关 更没有理由去否认这种探控权的转让 而且这种探控权的转让 也符合我们国家的这种矿产资源法 所以呢 我们可以听的基本上形成了一致的意见 内容大概就是三个 第一合作看法合同有效 第二西刊院构成违约 第三西刊院应当把探控权转让给凯奇莱公司 那么杜三维听完我的汇报以后 就做出了指示 说这个案件 尽管你们可以听的意见是一致的 但是鉴于这个案件的社会关注度非常高 而且呢背后的利益很大 要提交到审判委 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 不能因为你们何以听一致意见 就可就这么定了 当时我就表示同意 我也认为尽管我们何以听 虽然是一致意见 但是呢提交最高院行委会讨论 可能会更信众一些 把握也更大一些 那么到了16年的5月份 杜三维又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去了 说这个案件呢 这个周院长有明确的指示 要发归从审 问我个人有什么意见 我说作为这个案件的承担人 我个人肯定是不同意的 为什么不同意呢 因为12年我过去修改了民事诉讼法 其中就明文规定 二审案件发挥从审 只能发挥一次 在176条早就有规定 我说如果是我这个案件 我们之前09年 最高法院已经发挥 陕西高院从审一次了 如果我们现在再把它发挥从审 明显的违背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我个人是坚决不同意的 那杜三维就说 你保留个人意见 赶紧回去合议 拿出发挥从审的裁定来 赶紧报批 说16年5月 好像周强院长正好要到英国访问 说在他访问之前 这个裁定必须要做出来 那么我就回去以后 就根据院领导的指示 就开始草逆 发挥从审的裁定 这个裁定我还没开始写的时候 又接到了杜三维的电话指示 说让我暂缓草逆 发挥从审的裁定 写等一等 写不要写 那么后来才知道 杜三维又有新的指示 要求把这个案件 判令不发挥了 实体判决 解除双方的合同 要解除双方的合同 那么我当时又提了反对意见 我说这个案件不能解除 解除没有法律依据 一是双方有继续履行的可能性 只要把探訪权转让了就可以了 第二 都没有提解除合同 我们人民法院 当按照不告不理的原则 人家当事人不提这个诉求 我们怎么主动去解除呢 所以我又提了个反对意见 杜三维听了以后 沉思良久没有说话 那么我就回来了 前中共央视主持人崔永元曝光 中共最高法院 迁移矿权案卷宗失踪后 引发舆论哗然 今日 崔永元在微博再次曝光了卷宗失踪的始末 并指出案子的最大黑洞 是先有判决书后有开庭审理 1月2号 崔永元在置顶的微博中 发布了千亿矿权案 主审法官王林青接受采访的一段视频 王林青在视频中表示 自己是中共最高法院民一庭法官 作为千亿矿权案的承办人 承办案件的卷宗在最高法院本部 在警备森严的最高司法机关里面被盗走了 王林青表示 他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司法人 直到今天都想不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崔永元在该条微博中喊话 最高法院 不道歉就打官司吧 我没有造谣 此外 崔永元在1月2号还公布了卷宗丢失当天 最高法院的工作记录 并表示 这个案子最大的黑洞还不是丢卷 是先有判决书 后有开庭审理 这就是出戏 名为拿老百姓当猴耍 该事件是因陕北千亿矿权案卷宗在审理机关丢失一事引起 崔永元此前曾在微博贴出 先判后审 卷宗被盗两年无下落 称52岁的赵发奇将12年用于打官司 崔永元2018年12月26号直指承办此案的法官王林青和最高法院院长周强都涉及此案 但最高法院通过媒体发表声明否认 指有关消息时谣言 12月29号崔永元在发文称 最高院撒谎 案件就是在最高法院法官办公室被盗走的 承办该案的法官叫王林青 现任中国最高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法官 并且在微博贴出两张该案卷宗的公文截图 之后崔永元又在微博曝光了王林青录下的视频 王林青在视频中表示 为了免遭不测 所以录下了该视频 王林青在视频中讲述陕西千亿矿案卷宗离奇被盗的真相 提及最高院的一名庭长与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涉及此案 陕北千亿矿权案 是指一家名叫凯奇来的民营公司 和西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 关于千亿元人民币矿产权的合同纠纷 赵发奇是凯奇来法定代表人 凯奇来2003年与西勘院共同签署 对当地一处煤炭资源进行合作详查及勘探的合同 2006年西勘院在未提出解除合同情况下 又与香港一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在同一标德上签订合作勘查协议 导致一女两嫁 之后凯奇来将西勘院告上法庭 2017年12月千亿矿权案宣判 维权12年的民企凯奇来终于胜诉 据知情人士透露 在作出判决前一年的2016年11月下旬 该案二审全部卷宗一次性丢失 至今无下落 事发地点正是审理该案的有关单位 在丢失前的20多天照发起公开实名举报 陕西省主要领导干预该案 并指责此前有法官枉法裁判 陆媒透露 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最高法院原副院长习晓明 以及时任榆林市长胡志明都曾介入此案 而三人都已落马 外界认为陕北千亿矿权案 有关诉讼持续超过10年 其背后牵涉的官商勾结黑幕不得而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